好啦 各位 我們今天這個直播要幹嘛呢 化解尷尬 我先喝一口啤酒 我們今天這個直播呢 就是要來看老茶以前到現在的一些工商的影片 因為老茶我的工商就是 經觀眾的反饋就是覺得很尬 那我們就是要看有多尬 給大家幫我評一個尷尬指數 1到10分 就要跟你們評 第一支工商影片肯定是很尷尬的 欸 還是你們想看一下這個 這個我覺得蠻尷尬的 白粉日本武士刀這個 這個雖然不是工商影片 但是呢 這個也是我自己拍第一個這個所謂的開箱影片吧 我們就來看一下有多尬吧 對就好 歡迎回到老茶呆呆 是我 茶客 看到今天我們這個影片標題還加上一個這麼長的包裹 你們應該都猜到我們今天要開箱什麼了吧 沒錯 就是 一隻超可愛兔子 喔 太郎 不知道它的質感重點而言是什麼樣的感覺呢 首先我們就先把這個刀拔出來吧 那時候我很瘋鬥陣 我們先看一下它 它的剪輯就很日系的風格 那我們刀聲看完 喔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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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 My Brother Bud The Only Man I Ever Loved Bell To My Brother Bud The Only Man I Ever Loved Bell 我們剛剛先看完呢 我們先來看看這個 護手的部分 那它這個護手 那我跟你們講 我印象中說最後面超尬 我覺得他這個質感算是還蠻不錯的 我印象中最後是最尷尬的 蠻不錯的 幹嘛啊 好 遺傳就是在把刀介紹 那我們馬上來試個手感吧 OK 好了 死定了 完了 你問我是誰嗎 春天先生啊 誰啦 好 廢話不都說 我們馬上就再把刀來夜襲看看吧 噢 那因為我還只是撐妖狗小燈 所以各位 還請不要太會選擇 快點 金正恩 拿刀 飛彈射過來的殺我吧 快看不下去了 可以轉台了嗎 不行 我們要看完 喔 哇 精彩重播 2020年 新年快樂 哇操 你們看 四年前的影片 四年前的影片 來 可以評分的聊天室 請給分 我看一下聊天室給幾分 7 8 9 100 7 9 9.5 8 蛤 這樣就9.5 真的假的 整支片8 必有11 太棒了 好的 各位 我大概知道了 你們的這個 冷獸範圍在哪裡 我大概知道了 好 再來看下一支影片 下一支影片 就真的來看我老茶舞 第一支工商的影片好了 三個老婆一次開箱 這是老茶舞的第一支工商影片 就是情趣夢想爸爸的這個工商影片 他就要換回到 ZACK 又老茶在家的 超中的開箱 天哪 這個開場 這個開場怎麼就這麼尬 不行了 我得 我得還一下 慢著 他是貧弩 而且是學妹 幹嘛 身高還只有1.4萬公分 哪不成是所謂的 羅 FBI 動物 SBI 動物 幹嘛沒有腳掌嗎 以前好用心喔 以前好用心喔 呼 好險 好 那我們來看看第二個吧 我的天啊 這個環圓圈 他就是吸血鬼那種鬼啊 趕快米爸20個月的時候 他就去那支口 用我老茶 我說那支口怎樣 I wonder how I wonder why I wonder why 這樣玩他們也沒有 真的真的真的 等一下 Mizu no Koku 算了 算了 怎麼每個人都一樣啊 算了不管了 我們就來開箱 最後一個產品吧 好了各位 請評分 喔 這次尷尬度沒有很高喔 好像平均大概六五左右 喔 不尬很用心 點擊有救回來 喔水啦 水 這樣看起來好像這次還可以 這次還可以 其實沒有很尬是不是 好啦我們就看第二次工商影片吧 如果沒記錯應該是 迷因調查局甩尾戰車 好啦我們要來尷尬囉 尷尬要啟動囉 各位 開始了各位 為什麼在這裡 哈哈哈 這個 這個鬍子是什麼回事 尷尬 超級到現在成本都很低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前方出現 敵方坦克請下達命令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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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該怎麼做 請下達命令 呃 好好 我們前進 前進 好了前進 哈哈哈 開戰車各位 開火 這遊戲 也不怎麼難嘛 並沒有 真的去玩 新手教學已全部結束 即將載入 線上戰鬥 他剛剛說那是新手教學嗎 哈哈 啊 好了沒錯各位 戰車是技能 就是可以帶給你 如此真實的一款 戰爭體驗 好啦好啦好啦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 這後面就在講正常戰車 來聊天室 你們的遊戲 Lunia 自動人型 來了各位 尷尬的地方 我們直接跳尷尬的部分 阿涼阿阿涼阿 大家跟阿涼阿 一蘇六 納比斯丁的方舟 紅髮老塔 暈嗎 是的 一蘇六納比斯丁的方舟 是一個真正的冒險遊戲 有著日本明星深游陣容 超高自由度的冒險集 還有了多種職業的技能 而且 你們有發現了嗎 那把刀 沒有錯 沒把刀就是熟悉的武士刀 沒錯 沒錯 也是炭治郎的假髮 聊天室 注意了 這個是 炭治郎的假髮 反帶 看到沒有 它其實是髮尾 我把它拿來當劉海帶 反帶直接變成 一蘇的假髮 好啦 這個確實蠻尬的 好啦我們最後一個就看這個啦 雪山啤酒啦 就差不多了好不好 拜託不要再看了 休息一下 來點Shark 什麼Shark 難道你說的是Surfshark VPN 沒有錯啦 本集的贊助商 就是全球最頂的Surfshark VPN 在現今資訊化的時代裡 駭客無所不在 可能你滑個手機 瀏覽個網頁 你的電腦就被害了 為了防止這種狀況 你需要的不是別人 就是這隻鯊魚 Surfshark VPN 沒錯 使用Surfshark VPN 可以有效保護你的個人資料 讓那些想要害盡你的電腦、手機、網路的人 統統都得吃閉門根 並且鯊魚爸爸在全球100多個國家當中 坐用3200多個伺服器 讓你一個瞬間想去哪裡就去哪 看國外的影集或是地區限制的動畫作品 只要動用你的小指頭馬上就能看到了 並且只需要一個帳號 就可以讓多部中置一起同時使用 你的手機、平板、電腦 甚至連你那台可能現在都不怎麼開的電視 都可以使用喔 是不是超方便的呢 如果你看到這裡還沒快轉 老少跟鯊魚爸爸十分感謝你 所以提供這個專屬優惠代碼 給需要VPN的觀眾們使用 只要輸入Zack又 或是點擊資訊欄連結 就可以馬上獲得鯊魚爸爸的VPN獨家優惠 即可獲得免費4個月的無限使用期 以及全數方案無條件30天退款保證 為了知道你各位一起來體驗一下Surfshark VPN 真的很方便很好用 趕快使用Surfshark VPN跟老柴一起暢遊網路吧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那時候他們的設計理念是什麼 那時候他們的設計理念是說 就是喝了這個啤酒之後呢 就是不管是不同的人種啊 或是不同的性別都可以 這個心靈相通的那種感覺 然後我就是要以這個概念去發想腳本 然後重點來了 那時候廠商還有一個很奇怪的要求 就是他希望設計出什麼 動物間的那種叫聲 對好反正你們看就知道了 就意境有到就好了 高肥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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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肥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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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勁爆了 超勁爆 干哪 首先,讓我拍攝照片 拿那個幹嘛? 拿那個沙鱗可以幹嘛? 阿 哈哈哈哈 什麼爛...爛廣告 我孔明一山,鞠躬盡翠,死而後已 阿娜那個叫聲 阿娜,不行不行,你不可以喝那一個 你不可以喝那一個 小朋友不能喝那一個 你不可以喝那一個 但是老夫可以 喔... 喔,這什麼特效 然後 這支影片最尬的地方在哪裡 這支影片最尬的地方在我們那時候拍到一半 然後...就剛最後在這邊 那時候要出了一點事情 所以害我沒有時間來就是弄頻道 因此呢這個是 是另一個我的影片 這是前一個我的影片 這可以說是我的前世 沒有錯 好我們開始看吧 這支影片叫做 當你隱形眼鏡噴飛的時候 而且還用心系名體 你還在這裏 沒有錯過的事情 而且我知道 我心裡會不會 找不到你陷阱 我們會繼續 好聽啊 心系名體各位 是否曾經有想買 烏克莉莉的夢想 卻因為老闆只給你 S2K 吃飯都不夠用而作罷呢 現在你有希望 再次重申你的夢想 讓我們隆重為您介紹 烏克莉莉 烏克莉莉 光輪2000 烏克莉莉 光輪2000 你只需要拿出你的手機盒 烏克莉莉 光輪2000 HTC 將手機放入烏克莉莉 光輪2000 並將蓋子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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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作 手機馬上搖身一遍 變成一把 可以彈彈烏克莉莉 有貨嗎 輕輕一波旋 馬上當你從 魯蛇 變成有穿衣服的魯蛇 讓我們馬上來試彈看看 哇!真的可以彈耶!各位 太神奇了 2015年 全身最小時尚 魯克莉莉 光輪2000 現在立即訂購 我只需要1999 根本都是男的價錢啊 哼哼 魯克莉莉 光輪2000 對啊各位 可是你們要看到 這個雖然說很尷尬 但他們就是老查我一個 夢想的軌跡 所以你們看到今天 我一樣很尷尬 這代表我是不是有保持著初衷呢 對不對 然後這支影片 那時候在Facebook上呢 就還蠻流行的 我老查還有因此 收到這個 您好 我是節目 綜藝大熱門企劃 我叫小郭 我們就有一個活動是想邀請幽默表演者 你是否有意願 有的話可以用你的 烏克莉莉 2000做表演嗎 我覺得那個太好笑了 好可怕 還好我沒有答應 請證明 光輪2000 還是我現在回他 我現在回小郭 小郭 請證明 烏克莉莉光輪2000 小郭你覺得問號 十年後才回信 好那麼各位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對於這支尷尬的影片 有什麼樣尷尬的想法 歡迎大家在這個尷尬的留言區 留下你尷尬的留言 看看這些 刷著尷尬的留言們 那記得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幫我們這支影片按個讚 然後 分享出去 那麼我們就下一支尷尬的影片再見 不要忘記訂閱尷尬的老茶黛黛 大家掰掰 掰掰